韩丽莫运功法稳定心神 张口轰出了一口青光 融入白色火珠中 同时手中掐绝 一道道法绝飞射而过 没入珠身内 他呼的一声轻响啊 白色圆珠浮现出一团白色的火焰 翻滚跳动 一股可怖的高温随之浮现 烧灼的附近数十丈内的虚空 颤动不已 火珠旁边的虚空 更浮现出道道扭曲的黑色纹路 炙热的高温中 更夹杂着强大无比的火之法则波动 隆隆地扩散而开 只是眨眼之间 方圆数十里内的白色雾气 瞬间被尽数蒸干 消失无踪 韩丽在催动死珠前便有了防备 身上金光大盛 时间法则之力瞬间密布全身 将那股火之法则隔绝在了外边 没有了火之法则之力掺杂其中 火珠散发出的可怖高温 已经不能对它造成太大的伤害 它暗运天煞振与弓 将这股炙热之力抵挡住 就在此刻 一声清脆的鸣叫声传出 接着一道荧光闪过 却是惊炎火鸟从韩丽的袖中飞射而出 停在它肩膀上 火鸟两只眼睛死死盯着白色的火珠 透出拟人的贪婪之色 惊炎火鸟一飞出 立刻将汹涌而来的炙热之力吸纳大半 韩丽的心中一松 手中掐绝更快 和白色火珠之间 渐渐产生了一丝心神联系 火珠之上的白色火焰也是一剩 他心中安息 手中发觉一隐 击 白色火珠上的火焰猛的一亮 一道长长的白色火蛇 从珠内飞射而出 从旁边的一座凸起的孤峰上 一绕而过 这座孤峰高约两三百丈 直径也有三五十丈 空体呈现出古铜之色 透发出一股浑厚的金属性元气波动 岁月塔第七层 这里天地元气浓郁无比 无数年孕育下来 这座晴天飓风上的许多普通树木植被 现在都成了上好的灵彩 一些稍有基础的山石也变成了上好的矿石 这座孤峰也是一样 已经通体变成了一块巨大无比的金属性矿石 看起来似乎是玄铜石 此矿石的品质虽然不足以炼制仙气 但盛在质地坚硬耐久 被很多人用来修建堡垒 密室足可以撑上十万年之久 白色火蛇碰到古铜色的孤峰 无声无息地便从孤峰上抹了过去 没有丝毫的阻碍 持智之感 孤峰的上半截山峰一掰 随即轰然朝下落去 和下方山壁相碰之下 发出阵阵的雷霆般的巨响 而孤峰切口处平滑如镜 似乎被某种神兵利器切穴了一般 寒历见此 面色在此一喜 随即又叹息地摇了摇头 这白色火珠的威能还在他预料之上 只是他修炼的功法并非火属性的 也没有练过什么火属性的秘术 催动起这白色火珠啊 很是艰难 也无法发挥出其真正的威能 这时候就听到嘶嘶嘶 金炎火鸟吱吱一叫啊 同时向寒历传递一个 想要那白色圆珠的意念 放心吧 我修炼的不是火属性功法 无法发挥此珠的威能 这白色火珠肯定是给你的 不过此珠威力极大 你要谨慎使用啊 寒历瞥了金炎火鸟一眼 掐绝一挥 白色火珠一颤之下 朝着金炎火鸟飞去 金炎火鸟大喜啊 张口喷出一道银色的火焰 将此珠卷到身前 一口吞了下去 火珠入体 金炎火鸟身上的火焰 立刻大胜 除了银色的火焰之外 还浮现出色彩缤纷的 七色的火焰 正是七彩火丹沙之力 金炎火鸟虽然具有 吸纳炼化诸多火焰的能力 但是他吸收七彩火丹沙 喂酒 还没有将其彻底的炼化 七八种火焰在金炎火鸟身上 交织闪动 彼此剧烈的冲击 发出阵阵闷雷般的轰鸣之声 火鸟的身体也开始凹凸 不平起来 不时泛起一个个骨包 似乎要爆裂而开 安利眼间此景啊 面色未变 急忙停下顿光 挥手发出一股金光 把笼罩住金炎火鸟 同时放出神石 想要看看金炎火鸟的情况 金炎火鸟神情 微带痛苦地看了 安利一眼 但是两只眼睛之中 却透出一丝 欣喜之色 安利眼见此目 顿时一正 就在此刻 一缕白色的火光 在金炎火鸟身上浮现而出 然后在其身上 从头到尾 迅疾无比地一扫而过 金炎火鸟身上的七色火焰 瞬间泯灭消失 七彩火丹沙之力 顷刻间被彻底的炼化 融入了火鸟体内 不仅如此 金炎火鸟体内的火焰之力 也被冲刷洗炼了一遍 其中 搏杂不纯的火焰之力 全部化尽 只剩下了精华留存下来 金炎火鸟身体的凹凸 消失无踪 体表银焰一阵的波动 身体猛地缩小了进瓣 但是散发出的火焰波动 却强大了被许 更有一丝火之法则波动 从金炎火鸟体内传出 这股火之法则 并未那白色圆珠 法则之力 而是另一股 更加高等的火之法则 韩丽感应到金炎火鸟的变化 心中一动 金炎火鸟这些年 吞噬各种火焰 实力不断地提升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体内施展 没能真正诞生法则之力 想不到死番 得那白色火珠之力 精炼体内火焰元气 终于开始诞生法则 而且还是极为高等的火之法则 金炎火鸟口中 发出欢快鸣叫之声 双翅一盏地飞射而出 体表银焰大圣 瞬间化作一头百丈大小的银色火焰剧琴 在附近盘旋飞舞 金炎火鸟此时变化成了火焰剧琴 和之前大不相同 体型长了很多 头上浮现出一个火焰高官 身后更长出了九根火焰长铃 比以前多出一种高贵之感 一股可怖的火焰热力 从银色剧琴身上散发而出 比之前强烈了数倍 比起刚刚那白色火珠 爆发出的火焰之力 也不逊色多少 附近的虚空剧烈颤抖 几乎要被点燃 金炎火鸟在半空中盘旋飞驰 口中发出的鸣叫之声 越来越响 双眸充满亢奋之意 双翅目燃一山 他的双翅骤然荧光大盛 一道道银燕流星般地 从他的双翅上飞射而出 铺天盖地地 打在晴天巨山山壁上 还有附近的十几座 庞之山峰之上 仿佛一场流星火雨一般 那些庞之山峰 立刻被银燕轻易地洞穿 而晴天巨山上 也被打出了一个个幽深的孔洞 深不见底 随即一连串的 砰砰巨响之中 那些银燕爆裂扑展开来 彼此连接在一起 立刻化为一片 数十里大小的银色火海 一股可怖的高温 从银色火海中散发而出 火焰范围内的 一切飞快地融化 十几个庞之山峰 仿佛蜡烛似的转眼间融化掉 化为一缕缕青烟 随即消失无踪 晴天巨峰 被银色火海 波及之地也瞬间融化 山体上浮现出一个巨大的缺口 只是这座飓风 实在是太过庞大 这个缺口和整体相比 还是微不足道 晴天山体没有什么变化 晃也没有晃一下 韩丽剑子啊 眸中闪过一丝惊喜之色 惊炎火鸟如今的实力 还在他预料之上 但是海力随即眉头一皱 这里距离火源宫算不得太远 闹得动静太大 万一把齐魔子等人引来啊 就不好了 一念即死 他立刻通过神石传音 让惊炎火鸟马上停手 但是惊炎火鸟似乎玩上了瘾 对韩丽的传音恍若未闻 转手望向飓风本体 眼眸一眯 似乎对刚刚那一击 没能撼动飓风啊 有些不满 他口中发出一声高亢的奸鸣 啼表银焰大盛 张口一喷 那颗白色火珠 从他的口中飞射而出 打向飓风本体 猪身白光大盛迅速的胀大 原本直径只有三寸的火珠 瞬间化为了三丈大小 然后是三十丈 三百丈 三千丈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